大家好 出名又一句怎麼說 阿豬隊友 雖然我們不是姓豬 人怕出名 豬怕甚麼 肥 最容易被人擔上山是湯 湯死牛也沒那麼慘 大家如果有看大陸新聞 如果在大陸做官不貪 我覺得有點像說不過去 是不是政治不正確呢 即是甚麼 你說甚麼 如果在大陸做官不貪 就好像總是差點東西 基本上我覺得人家做官都是為了貪 或是貪他的份量 一個月有多少錢呢 真的 之前提外話 講這宗新聞之前 中國大陸之前有個法官 都是朋友的識於微時 說你幫幫忙 當然應該好像行兇那位人士 就是有好處過了他手的濕個腳 誰不知他又好像後來拿正來做 當然又是那些 紅刀入白刀 白刀入紅刀出 嘩 這麼誇張 紅刀出不一定血 不單是中國大陸的 壞的人 壞的人 周圍都是 我們香港 之前是否有一個很出名的海港sir 陳海港涉嫌和一個前警務總督察 後來做了從商的男子串謀 向銀行申請2600萬按揭的時候 未有透露是警司 而是指陳是那間公司的總經理 每月支取24.5萬的薪金 借的款項是用於償還債務 二千多萬借 我相信在中國大陸來說 這條數在貪污界來說 都算是蚊子 即是甚麼 他借了錢之後 就每個月拿24.5萬嗎 你可以這麼理解 這麼搞笑 其實警司都身高良準 又有Housing allowance 其實真的有沒有必要貪啊 二十多萬而已 你說這些 那陳茂波有沒有必要拿房來湯啊 就是對於人的貪念 只要動了歪心 就無止境無控無盡 誰都有的 偷步買車 有些被人說十幾十年 就是 問題就是 有這樣的商業頭腦 詐騙頭腦也好 始終總有一天都要落鑊 不過有些人可能 貪幾十年都未落鑊 有些人可能貪兩天都已經落鑊 就看看他是聰明還是蠢 雖然東沖的物業 他有幾個物業的警司 當然啦 幾十萬一個月 東沖的物業申報 申請同樣報稱是總經理 總經理 那是否不可以做兼職的 當然不行 所以要申報的 還有教育部隊不可以兼職的 基本上不可以的 不批 而政府的文職就可以批 貸款部分用來償還信用卡的債務 海港sir出資 仲籌 不知仲籌這個詞 正在他身上 政治正不正確 就說資本的股東 貴到分紅 又說什麼 不要把花紅 寫為新金 即是很懂得玩這些牌面上的東西 他是否這個商業罪案調查科 他隸屬哪個分隊 他很厲害 這些才藝的東西 說實話 做了這麼多年 由方版豬粒 做到警司 都走過不少位 爛樹有三斤釘 認識這些 我覺得是不奇怪的 基本的 我覺得他認識的話 又懂得玩這些才藝的槓桿原理 發達就只是可待 但今次這樣被人拘捕 可不可以沒事地走出來呢 會不會令到他這個 他有沒有長良 他都應該 1995年 當然有 他入職 他1995年入職 還在英國 英女王頭 王冠頭 OMG 什麼事 你不算 你想想他退休之後 每個月吃多少錢 我想一個時沙 應該每個月都吃三萬 一個警司應該六萬 說什麼 每個月吃糧 我還沒計算你拿大糧 還有你本身每個月的政府幫你供樓 但也是那句 你吃多少年才有2600萬 那倒是 如果現在一夜夾大師徒 那整條數字會比較耐用 可不可以坐大飛 應該有很多朋友 那這樣就不值了 說真的 你一個人上的年紀 有時候錢和其次就是權力 你怎會放下警司這份權力 說真的 我覺得整件事比較低緻 如果是我 我當然坐西頭艇穿草 在哪裏 台灣都不會收你 即時第二屆出境 台灣最討厭的是香港的紀律部隊 不要說警察 之前有些朋友做海關 入境台灣 都不給 打回頭 那以色列 那你喜歡 正所謂 有危也有機 拿著錢 以色列 可能有錢新機 你不要說以色列 走街一定要加快 明仔 作為我們香港最出名的第一代KOL街 他真是幸運 他的觸覺很敏銳 他知道糟糕 此時不走還待何時 他還要提早一天去機場 他首先改造機票 然後再提早一天去機場 誰不知他那班機 提早了五個小時 是最後那班 那就幸運 是啊 又有戰地的報道 然後又回到香港 又安全 嘩 不得了 所以有時人 有錢也走不了 即是說運的 你運的 有運就有運 有運就不知道輪不輪到這個妹妹仔 這個北京廉宇 廉宇還是廉宇 這個年輕人應該二十出頭 一開始我就覺得 她只是一個普通網紅 樣子又不是很美 為何搞到這麼大件事 原來又是大陸國美美事件 一開始今年三月 這個人玩微博 就說我又要去出國了 潤了我要出國了 然後其他人說出國 永遠我們這些網民們 最划算什麼 最划算別人的懸夫 仇夫 是最討厭的 最討厭的金比 搞我爸爸的嬰兒 混蛋 然後那些網友就說出國 出國就出國 為何還在那裡 在那些微博 大陸平台 誰不知呢 真是怎樣 有錢女兒不激得 周陽青那些有錢女兒一樣 我這麼大的公主 偉身於你 你小豬搞其他女兒 你還沒死過 有一批玩死你 然後呢 北極念語 北極念語 就說我阿爺 知不知我阿爺是誰 除了我巴士 你剛收皮之後 現在阿爺都不能說 除非你說的 扣父扣母 姑爺 姑爺 遠一點點 可能你爸爸媽媽不會罵你 他說我阿爺 你知不知我阿爺 是有九個號碼 我真的 數學差 我個人本身 我是數九位數 你知道九位數是什麼位嗎 嘩 真的不懂 豬隊友用開 都是四隻手指 你那麼笨 手指都是 抬車邊 關到你之後 才有五位數 嘩 你說九位 你平時應該是兩位 上落上落 是啊 可能我說四位 你又五位 加上九位 九位這邊 麻煩你 十個十八千萬 十萬八萬 千萬億萬 是啊 他說他全家是億萬富豪 我想去哪個平台 哪個平台 我想去哪個國家 哪個國家 真是喜歡看你們這些 Gina小枝豬樣 割韭菜 這些真是沒有腦的 傻門妹才會這樣 跟別人高調懸富 這個年代 尤其是國內 有錢的 會告訴別人 你沒有錢 這樣才是生存之道 那你又不對 吳弱希最近有一套 香港人在北京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我就沒有看 因為我媽媽 吳弱希 再加上我看他 不如看其他YouTube 吳弱希就說 嫁了一個好老公 不但重點是有錢 那他就說 有錢才是好老公 但重點擺錯了 對 一看他老公的樣子 就知道這段感情是真愛 沒有錢 就不會有好老公 我說的 絕對有說的 因為吳弱希 在社交媒體上 就說他兒子 拿了一枝 原子筆 丁麥頭筆 畫花了他的袋 你猜一下他的袋 多少錢 不是不是不是 畫花他的袋 又是H字頭那些嗎 差不多 我想三十多萬吧 十八萬 我沒有便宜的 什麼時候可以拿來給我看看 什麼時候我給你 睡覺的時候 看會不會發夢發的 我看見我便拿給你 你說吳弱希沒有錢嗎 他老公 那一定是有 你說這樣浪費的話 是沒有錢的 那真的未必 可能你不是說很有 李嘉誠的孫女 不會跑出來浪費 但是有與無之間 就很喜歡拿出來浪費 但這個北極廉宇 我覺得他一定有 但他的氣炎 是被他父母中到 我相信他都是這樣 他父母和他爺 因為如果大家有聽 他爺爺接受採訪 就知道那個語氣 都差不多了 你如果不是 教不了他這個 那麼乖的孫女出來 很明顯 這些就是 人家一向俗稱的 低質部發戶 即是一時間 就發達 但是個人的質素 心智 心態 都追不上他的財富 就變了 出來招人說 被人招人笑 廉宇妹說 我家裡有這麼多錢 全部都是韭菜貢獻 韭菜就是貪污 韭菜就是中國大陸的人士 被強權描述得不太白 所有中國人都是韭菜 公關貪腐 即貧窮線下的人 平民 是一般市民 沒有特殊關係 背景的就是韭菜 即是可能一千萬樓下的 都是窮人 可能遲些你也是 我現在已經是 一千萬樓下 大哥 我不是一千萬樓下 我是說韭菜 韭菜 我一向都是韭菜 你不是椰菜花嗎 比你呀 胡亂說 有些人想罵死他 他就說 我家裡 一天的錢 你們賺一年都賺不到 什麼 他就說 他們家人一年賺的錢 他一天就花光了 真的 我九幾年的時候 我和我爸爸 出去有一次吃飯應酬 他當日和他吃飯的 就是嘟嘟烤的局長 為什麼要和那個局長吃呢 因為局長還沒做局長之前 應該是有帶血過我老爸 就不要說帶血過我老爸 怎麼說 就是和一個 怎麼說 派系 就叫做under 他好像有一點點 帶血過提攜過幫過客人 我出去 我看到那個女兒 他吃那些三文魚刺身 九幾年 當我還在吃麥當勞的時候 那個女孩已經是吃冰 飄著仙氣的刺身 九幾年我真的不知道 那些是 同台吃飯你吃麥當勞 不是啊 我只會吃麥當勞的時候 他還說那一碟不新鮮 他不吃 雨傘在二月說過得好地位就比你高 還要這麼高姿態 不是高姿態 他是說那些網民是甚麼 低賤老鼠 輪回十萬次都拿不到一口我腳 他都形容得挺有優勢的 我覺得這篇你整篇讀出來 我覺得呢 整件事他都真是癡癡的 說甚麼 過得好地位比你高 就要落入格局大的陷阱裏面 求我放過你 他的姿態就不要放那麼高 一旦過得太好 就會招來這些不知死活的低賤老鼠 輪回十萬次都無法 舔我一口我的腳趾 互聯網賜予你這次機會 下水道都重駐榮光 貶低打壓你這些下等人 又何尚不是我發洩的方式 平時確實接觸不到你這種低賤速 是我求之不得 嘩 神經病 我爺爺做交通局局長的時候 你爺爺在街上幫人撿腳皮 我真的是你爺爺 我相信是的 他爺爺說我們平時都是吃這些帝王蟹 是不是 你們這些黑衣 這麼健秋 還要肥豬子配喝這個甚麼 金水飯 也不知甚麼 可能是大陸的 term 我也不吃 即是無論如何 不要曬就不會被人揉出來說 最重要是現在出事 千萬千萬不能說 你知不知道我老公是誰 我老公是這個 現在警察局局長是誰 蕭澤儀 哇 那就糟糕了 蕭澤儀一副也是 除非 那是甚麼 除非 要不要吃南瓜子 寶寶去 那些前列腺 一副也是 除非你想害那個人 如果不是現在 一出的那些 甚麼channel C 一出的那些東張西網 你指下我鼻子 一講誰誰就糟糕了 那沒辦法了 你這麼高調 國家打貪這麼多年 近年 你突然之間這麼高調 原副 還不馬上做你 習大大一看到你就死了 未必的 有些人又說 阿澤大大現在只不過是拿這個 怎麼說呢 將那些貪官 拉下馬的手段 來搞定自己的敵對派系 所有人都是這樣 你在私人公司工作 不要說私人公司 你就是這樣說 TVB 魚詠山一走 全部事情都不一樣 那種新人士 新作風 是這樣的 去到哪裏 都是刺鼻子 每個人都想 擁拳 擁拳 又或者可以 顯示自己的權力 有很多方法 但也挺好笑 三月到現在 有很多網媒 不斷擋著 有結果沒有 調查到有結果沒有 不斷追問 北極廉宇的事件 到了九月 真厲害了 半年的時間 深圳市交通運輸局 正是回應 最終的處理結果 不予公開 當然了 之前有一個 薄瓜瓜 薄熙來 老婆 拉出來受審的時候 跟她Day1的樣子 是完全兩個人 你說那個是薄瓜瓜的老母 我死都不相信 所有事情是給不給你看 還有給你們什麼 看的 但她爺爺都被她搞得很麻煩 別傻了 人家退休16年 現在罪名是 對黨不忠誠 不老實 多次串弓 對抗組織審查 你不覺得她這些事情很離地嗎 我說你 不忠誠 不老實 但我沒有說你偷食了多少次 和我的女人有沒有戴套 我全部沒有說細節 這些是很陳腔濫調 很general的terms 還有什麼 市機念才 規劃從事盈利活動 什麼盈利活動 你在街邊賣釘釘堂也是盈利活動 在學校收取的人頭報名費也是盈利活動 她說未經批准違規劍職取囚 你現在那些香港高官 一退休 都馬上入大公司做顧問 個個都是這樣做的 道道的人都是這樣做的 是啊 錢的表人嫌多 不過之後好像說 什麼決定 開除黨籍處分 如你所說 都退休了十幾年 黨籍 七十幾歲就是瓜 都聞到棺材香 多分鐘她連自己姓什麼都忘記了 現在按二級科研確定期退休待遇 知不知道大家 中國大陸二級科研 是這個fresh grade的待遇 但是她還差不多有整批退休金拿 嘩 我還重視的就是她還有一句 收繳期違紀違法所得 那違紀違法所得 那你又怎麼知道呢 她有九位數 會不會前八位都是違法違紀所得呢 你不就是拿了先 或者拿到先 其實說這麼多 就是中國大陸的最後定案 就是不告訴你們 不需要公開 即是好像南拔那個校長出封信 你們幫網友 吃完花生就散了 不要再給壓力這家人了 人家感謝主呢 是主的神職 你那百多個人呢 剛巧走過座山 見到曾同學 是你們死幸運 如果不是主 指你走那條小山路 撥開那塊草 你們幫什麼友仔 多走十天都找不到曾同學 就是全靠主派聖靈人 你們這些搜救人員 才可以找到一條 陰陰康莊小路 去找到這個 受主所蒙照的小信徒 還有啊 有很多人在網上 說 為什麼現在那些人這麼差呢 尤其是我這些 什麼版本都說 又質疑人家 是不是白日在山上 這些花生友 這些人可以這麼賤格 這麼涼薄 沒有一些同理心的呢 每個人都說 要曾同學出來交代她媽媽 出來交代她媽媽 為什麼不可以 很合情合理 八日斷食 輕斷食 都死不去 還要她有胃病 都可以堅持到 很聰明 像媽筋的 你不是高床軟 在家裡斷食 還風還雨 又沒有衣服 你知不知道人會失溫 失溫會死的 還要八日 家裡有多大雨 多大風 多冷 一豬隊友 上班下班 都尖黃尖凍 要拿回外套 上面沒有車沒有煙 山上 比市區兩三度 基本 所以有時候 我都覺得不合理 你要這樣反駁網民的論點 反駁 有很多人說 不可以再說 不可以再給壓力 這個同學仔 我都希望 同學仔 無論是否野鑼也好 什麼都好 都希望她身體健康 說真的 始終十七歲 她可以承受的一些精神壓力 真的未必是我們想像中那麼大 始終是一個小朋友 其實她如果不幸運 早出生幾個月 救了十八歲 那怎麼辦 就不是小朋友 那其實也沒有關係 最大的關係 就是她父母有什麼關係 和上面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可以這麼快 就拍了這麼多隊 搜救員 而往事的慣例就是 危險惡劣天氣 都會暫停搜救 但是為什麼她可以繼續 好了 講完這個 不是曾同學 講一下這個 念語 講一下 香港最重要是什麼 有層腦 有腦 有腦 有高潮 如果大家沒有樓 我就祝你們 每晚都沒有高潮 得公屋者得天下 是不少低收入家庭的夢想 喂 DONALD 不是DONALD 那個叫什麼 胡蘇曾 咖啡 拿著個 Starbuck 咖啡的 胡蘇曾了 三萬元 是中產 還是幾萬元 她是中產 她說她是中產 又是嗎 社會中位數的入息 是三萬 還是二萬多 沒有可能 三萬元怎麼賣樓 不要玩 怎麼知道 最近小紅書 這位大空的儒家 內地版咖啡 她是全職媽媽 曬她六百呎的公屋 嘩 還看到海 又看到山 又看到海 又看到海 她說她跟兩名子女 老公和工人 這裡要highlight重點 工人 同住三房一廳 又在一個片裏 她說 內地跟香港的生活大不同 香港一般家庭 這個銷售有兩萬元 請的內容 都不達五千元 她說 現在我已經是全職媽媽 不用做 又住公屋 還有海景看 你們這些香港人 嘩 事務嚇我 兩萬 那她老公用多少錢 兩千二元 租六百呎公屋 對 月租二千二元 那 都真是 他還有十匹東西 拿來 要裝修 是啊 挺厲害 因為何也何能 可以這樣 家庭成員的一個組合 可以拿到這間公屋 還是會不會是上一代正下來呢 這個有待考究 因為說真的 你有兩個小朋友 你兩夫妻 怎麼會拿到六百呎公屋 我想問 我之前應該不是這個 又有一個抖音的小紅書 的內地咖啡 就是曬身材 穿紮紮的瑜伽褲 被人周到 他在大陸有層樓 但這件事真是吹他不將 香港政府不作為 有些隱形的富豪 公屋的富戶 我在大陸幾層樓 我走來香港 跟老爺結婚也好 跟不知怎樣去玩 那些才藝 好像海港sir 我收了錢 不讓你知道 我放在床下底也好 我放在牆裡面 好像那些貪官 把水泥牆磚挖空 把錢好像那些阿婆 逐捲逐捲 放在裡面 好像什麼 金田一殺人事件 把屍體放在牆 我把錢放在牆上 香港政府又給他一層公屋 真的有需要那些 單親那些 銀行存款只有三千元 還有一件事 我真的不覺得 什麼叫三次機會 三次機會 真是可以選擇 你可以選擇 你不是很急切 你沒有這樣的需要 還給你 就算你說 基於人道主義 各樣的看法 一定要有三次 人有三次機會 好 你第一個offer 你不接受的話 停賽三年 三年之後 你再拿第二個offer 而不是說 我三次機會給你 哇 大佬 街市選橙嗎 個個撕一下 即是你不肯餓 這件事 一個個公屋我好爆 因為我沒有 各個看法 因為有時地點 地段 又或者本身 那間屋 就未必人格人緣 看顏緣 但主要有個重點 會放在這個儒家庫 的少婦身上 不是呀 是本身你這間屋 六百尺 你的人數只有四個 你這麼高調 都是原庫的一種 或者是告訴大家 我活得很好 會不會惹來房屋處 和他一個人口審查呢 因為你四個人 應該有六百尺公屋 會不會將他 下跌下去 三百多尺 四百尺的屋 剛才說 六百尺的屋 在主要有的認知 家人數基本都要七個 你才可以六百尺的屋 這個是最大單位的公屋 那會不會真的 變相欺騙這個政府 他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單常就是告訴別人 我有好身材 有漂亮 有帶屋住 這些都是一種 騙政府的其中一個手法 是這個女兒 我沒有記錯 她在2018年 已經在小紅書 被人揉到 四百尺的深圳單位 深圳單位 你看看她在哪 如果是在近香港的福田 福田 浮稅區 超級貴的 四百尺 四百尺的深圳單位 是很貴的 就算去到龍江 現在都不便宜 我想樓會升值 之前的樓和現在的樓 是不同的價錢 不過最近深圳 可能外圍那些 都跌了超過一半 可能一天都沒有四百萬 但怎樣也好 香港政府不要那麼諸如 不斷把納稅人的錢 賭錢落海 有很多大陸人士來到 不管你是專才還是低等 就是來欺騙中緩 欺騙公屋 那些 你怎麼會不是香港人優先 我真的不明白 當然 土生土長的香港人要優先 很多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都沒有公屋 所以你說有時候出生率低 不是說不生 不敢生 住也成問題 香港有很多土生土長的 雖然是惡劣到結婚之後 都是要分開住的 因為沒有能力租樓 也抽不到公屋 我唯有每晚吃完飯 你回到你家 我回到我家 就掛過名字 就叫結婚 但有人在家 我覺得這些真的要舉報 我覺得最重要是 很簡單 你公屋那些這麼多婆婆 天天沒有鑰匙 拿著抽鑰匙 好像夜遊群 走來走去 那些婆婆 怎麼會不知道 旁邊的單位有沒有人住 有沒有空置單位 有沒有人 周圍把公屋租給不同的人住 你成立一個舉報 最重要是 不要只是舉報 如果一經核實 有JASO 可能你給他500元 給他1000元 那些婆婆很賣力 好嗎 那就會變相有虛報的成份 那我就說一經核實 要 但問題是 你要知道 房屋處 政府是最好做的部門 最傻的 最好做 所以 你又期望 房屋處 可以有多少人力物力 去調查這些 現在只做紅山半島 也搞不定 所以香港政府就廢了 我寧願像中國大陸一樣 你住就住不住 不要說這麼多法律 一到前 不過香港真的是一個福地 其實說真的 放珠四海 不是每個這麼多城市 都會有公屋這些存在 美國佬都沒有 很久以前美國佬有 現在美國佬有沒有 說得這麼有人權 你看他到處有多少乞衣 不過到最後 就真的度高一尺 摸高一丈 一定是有些有心人 當中 就會去左撥右撥 從中獲利 或者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所有法律都與時並進 香港不是的 稅收你又懂得加 那些什麼地鐵那些 你又懂得加加 法律你又不懂得跟上 法律還是停留起來 就算交通法律 可能還在用七幾 六幾年那些法律 唉 真的越講越沒有心情 我都是做北極鯉魚 我不做北極鯉魚了 我做這個香港鯉魚 可以嗎 我爬誰 你以做這個急凍鯉魚 又便宜又抵食 十元半條大大條 那好吧 最後我都說一句 這個中國以色列的混血女孩 早前就租這個哈馬斯的 所謂的武裝激進分子 就老走了 就說生日了 沒辦法了 你去那些地方住 其實風險一定高的 現在還要被人老走 也沒什麼希望 我看了很多Twitter的影片 兩邊的人都有一些聲音 說老公老婆死了 但是老婆很聰明 他臨死之前 就知道有些敵隊的軍隊 武裝的人士 就走進來他家裡 他就把那兩個孖子 放在儲物室裡面 就像我們香港放在高人坊 好像我們平常看的那些經歷電影 美國最喜歡的人 就放在地板下面 不要吵 但千萬不要放在床下底 因為放在床下底 如果這個人曲頭看下去 真的很害怕 那個幕 那你們不睡一會 那到最後 那怎樣 放在儲物室 那兩個孖子 的 Twins 沒死 但男朋友當然消失了 真的可憐 但不僅是以色列人才是人 有很多人對家的 巴克斯坦的小朋友 都死了父母 還有有些新聞說有些中國的公民 也有示意自己是中國人 但哈馬斯這個團體仍然沒有理由照開槍掃射他們 我覺得戰爭的地方沒有誰給誰的命矜貴 無論是哪個派系 即是哪一邊也好 他們爺爺那麼多歷史那麼多問題 那麼多宗教 是吧 人種的問題 我們小時候他們都打到現在 只是在最後回合那句 不要打仗 中國台灣 打地圖炮 打嘴炮就行了 我說一個中國 你說兩個中國 那怎麼辦 罵吧 吵架 罵完就算了 早點睡吧 直到會吵架的人都自然老去和死亡之後 就沒有人會罵的了 當然記住了我的問題 最現實就是 我記得有一個訪問 在西門町和台北的東區訪問的那些年輕人 穿得很潮 很型的嫣威那些 就問他們 你們知不支持中國和台灣打仗 然後那些年輕人每個都耍手機名頭 他們說 我不打的 我不做的 我不去前線的 你要打你叫蔡英文打 這些就懂得想 而不像香港某些 不打架嗎 你要上班嗎 不行 不給 我要打 其實說真的 對於新一代來說 都不只香港 或者台灣 放諸整個世界 其實年輕一代的民族意識都已經甚為薄弱了 已經沒有了以前那些 例如大家都好知 舊日本的民族主義 其實到今時今日都薄弱了 不是那樣東西了 現在每個都是圍住自己 最重要是自己的利益 限制 最重要是買到iPhone 15 是吧 是啊 不如抓穩一點 不要掉落地口 一定會掉落地了 其實你們看那麼多屠殺的片 血聲 你們覺得這個以色列很慘嗎 其實你們阿爺 不要說阿爺 阿太爺 阿太麻都經歷過的 至少我是 阿爺 阿太麻都被日本人 都被英國人屠殺過的 不是很久以前的歷史 為什麼你們都忘記了呢 有時候有些事情 雖然自己沒有經歷過 但是不代表它不存在 所以為什麼我們永遠都要用歷史去記載 還有我們都是在歷史當中學習 是會沒有昨天的前因 沒有今天我們的果 所以有些事情都一定不可以不記得的 我那晚不知道在哪裡 做健身的時候 在看直播 亞運 好像是 中國隊 不知道是對另一個 對日本仔 還是對哪一個 我忘記了 那些年輕人 是當中國隊拿分的時候 或者中公得理的時候 他們是 咦? No! 我心想 你們是什麼人來的 我不想跟他們說政治 而是為什麼他們可以 心扭曲得那麼厲害 覺得中國所有事情就是仆街的 活該 最好是全世界都經濟封鎖你們 最好是你們好像巴勒斯坦那樣 被人家的僵肚越變越細 然後殘殺 好像以色列那樣 進軍 奉你 把白輪彈燒死你們這些人 最好是死掉 其實人性到最後真的很多 都是不希望在你眼中 你覺得不行 你看不起 或者比你弱 比你更厲害 其實這些真是很多很多的人都是這樣 但是鬼斤究竟 今時今日 沒有阿爺沒有我們 說真的 大灣區 我真的很簡單說一句 我捧哪邊 或者支持哪邊 我很簡單直接 美國人支持哪邊 美國人支持哪邊 我就幫另外一邊 就是這麼簡單 你覺得美國人和英國人真的很支持民主自由嗎 你們想清楚 除了軍火 得益 疫苗 經濟 芯片 說這些經濟的議題 那美國人幫過我們什麼呢 是不是 香港人 I mean 所以有很多網民最近 在這些打仗的post下留言 就說了一句 美國人應該很遺憾 不可以搞到香港好像以色列那樣 因為太遠 太細了 好 拜拜